忠实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白鹿园》 这是一部史诗集的巨著 它讲述了从清朝末年 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 发生在白鹿园这片土地上 两个家族 三代人的恩恩怨怨 作者陈忠实 从1988年就开始创作《白鹿园》这部小说 为此呢 它辞掉了工作 只身一人回到故乡 在自家的祖屋里写了四年 它用浑厚的笔法 五十万字的篇幅 再现了中国西北农民的生活图景 写的是大气磅礴 这令读者们欣喜若狂 也令整个中国文坛都为之扬眉吐息 小说完成之后四年 它众望所归的获得了第四届矛盾文学奖 像白鹿园这么长的著作 按理说呢 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它的全部内涵 但是作者陈忠实 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 却出乎意料地说 这本书的内涵 我在小说的一开始 就已经用一句话概括了 这句话就是小说卷手语中 引用著名作家巴尔扎克的话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也就是说作者认为白鹿园写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秘史 他的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深究 陈忠实为什么要把白鹿园定位为一部民族秘史 而不说它是普通的民族历史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秘史都有什么特点 一般来说至少有这么三点 第一个 它是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 如果是改朝换代 成王败寇这样的事情 那从外部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也就没有什么隐秘可谈 白鹿园这部秘史的内部描写 就体现在咱们待会要着重说的宗法家族制度上 第二个呢 秘史必须是心灵层面而不是表象上的 表象上的只能叫做是假象 只有触及了心灵才能叫做是秘密 这一点在小说中主要体现在 人物身上那种深深的孤独感 第三个 秘史还往往带有一点奇闻怪谈 有一些隐秘不为人知 甚至是稀奇古怪的情节 而这些内容往往是不能够出现在正史里的 这方面呢 在白鹿园里主要体现在 那些引人入胜的深鬼故事 好 下面呢 我们就从这三点出发 一步步揭开白鹿园这部史诗巨著的面上 首先呢第一点 白鹿园这部民族秘史 是一部充分体现了宗法家族制度的家族史 一个民族的历史 如果要从外部来写 可能会表现为政治史 战争史 经济史 或者文化史 但是白鹿园是从内部 继续了一个家族的历史 用写家族史的方式来反映整个社会的内部变迁 其实通过小群体来反映整个社会 这种小说的写法并不稀奇 中国古代就有《红楼梦》 国外呢 则有百年孤独 这些名著用的呢 也都是这种路数 那么白鹿园所写的家族史 又有何不同呢 咱们中国百姓啊 一直以来都有家国一体的说法 家族制度 在我国已经有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历史 哪怕是今天 仍然有很多家族拥有自己的祠堂 祠堂里供奉着本族的族谱 现代文学里表现传统大家族 和宗法制度主题的小说也有很多 但绝大多数都是从反面来抨击这种制度的落后 往往描写的主题都是年轻一代 冲破家族牢笼 走向自由 但是能够正面的细致的审视家族制度本身的作品 却比较罕见 好像呢 大家都是避讳着不愿意去触碰这个庞然大物的内核 那白鹿园就很不一样 如果呢 咱们将白鹿园摊开来看 它几乎就是一部族谱 没有殴割谁 也没有抨击谁 只是将咱们民族真正的生活状态铺开在读者的面前 那么白鹿园这部族谱 是通过什么来展现宗法制度的呢 它为我们选取了白鹿园上的两户人家作为缩影 用他们的故事来为我们娓娓道来 在主要人物出场之前 我们呢先来了解一下故事发生的环境 白鹿园这个地名并不是作者凭空创造出来的 它就位于陕西省蓝田县的附近 作者陈忠实本人就是土生土长的白鹿园人 这本书写的就是他自己故乡的故事 白鹿园这个地名呢很值得玩味一下 白鹿好懂啊 就是白色的鹿 白鹿呢作为一种神圣的动物 代表这个地域的精神 那说的再通俗一点 白鹿呢就是这个地区的吉祥物 而园呢 它指的是一种很特殊的地形 一般呢分布在我国西北地区 泥土被冲刷之后形成一块块的高地 四边陡峭而顶部平坦 这就叫做圆 陈忠实对这片土地记满了深情 他说 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历史演变过程 跟我国近代历史发生的过程 是完全同步的 这块土地上的人物命运 跟我们近代以来 整个民族的命运也是完全一致的 那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块土地上到底发生了 怎样的历史演变 这块土地上的人物 也有着怎样的历史命运 小说里写道 白鹿园上有一个白鹿村 村里有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 姓氏分别取自于白和鹿二字 两大家族的灵魂人物 叫白家轩和鹿子林 他们两人就是中国农民的两种浓缩的典型 也是宗法家族制度中最重要的两种角色 白家轩是族长 族长是一种怎样的官呢 族长呢还不同于村长 现代意义上的村长是建国之后才有的概念 而族长从周代就已经开始存在了 一般来说 一个自然的村落会形成一个族 而这种村子大多数都是以姓氏命名的 比方说张村啊 王村啊 那咱们的白鹿村虽然有两个姓氏 但是却不妨碍他们成为同一个族 在白鹿园上 白家轩就代表着宗法制度的制高权力 和制高道德标准 那只要他出现在村子里的街头巷尾 那些当众坦胸漏辱给孩子喂奶的女人们 全都吓得跑回房间里 任何坐监犯科的人也都逃不过族长的严惩 族长白家轩的毕生追求只有两个字 仁义 修祠堂供养祖先 修学校教育后人 那整个村子里的婚丧嫁娶 邻里争端 几乎都需要白家轩来出面主持 但组长的身份带来的不仅仅是 至高无上的权力 更是对整个村子沉重的责任 村子里闯进了白狼 他组织起全村人盖高墙 抵御野兽 篝火日夜不灭 男人们是轮流巡逻来保护村庄 那遇到了旱灾 白家轩组织村民举行奇语仪式 他亲自担当最重要的角色 用烧的火红的钢签 从左塞一直贯穿到右塞 一步一扣手爬上悬崖 修建祠堂 抵御野兽 祈求神领 这些都是千百年来 组长们的共同使命 但是处在特殊年代的白家轩 还做了一些 以往组长们没有做过的事情 军阀混战的时候 面对各路兵匪的科捐杂粹 他组织村民搞娇农运动 让大家把所有的农具都上交示威 后来遇上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作为组长 他首当其冲 被捉去游街市众 丝毫也没有畏惧和退缩 如果说白家轩的身上 写着仁义两个字 那么书中 另一位重要人物 陆子林的身上 就写着另两个字 公立 陆子林的身份 是白鹿村的湘约 湘村的湘 约束的约 那湘约又是个什么样的官呢 其实 他是民国政府设置的 管理村一级的干部 从行政级别上来说 湘约肯定是比组长大的 但是在宗法社会的传统观念里 湘约那也得受组长的管 陆子林家 作为白鹿园上的第二大家族 与白家轩家的争斗 自从祖辈开始 就从来没停止过 在影视剧当中 陆子林被塑造成为一个卑鄙小人 但是原著当中 作者对这两家人 并没有如此鲜明的好恶之分 当然呢 小说中的陆子林也不是什么擅长 他缩使村民眼中的荡妇 去勾引白家轩的长子白孝文 然后又趁人之危 买下白家房屋 随即拆毁 他趁着灾荒之年囤积粮食 国民政府建立之后 又甘心给他们做狗腿子 他一心一意 就只想扩大自己的宅基和田地 贪欲啊 几乎是占据了他内心全部的位置 陆子林的劣迹 让人痛恨也让人鄙夷 但是 他也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之徒 作为村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无论是修祠堂 修学校 其语 施舍赈灾 他没有一向是不参与的 他并不像白家宣那样伟光正 但是呢 他也是真正扎根在白鲁园上的人 主宰中国农民千百年的宗法家族制度 在白家宣和陆子林两个人身上 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白家宣本人就是一部浓缩的历史 他的身上承载着传统文化的全部力量 顽强不屈 又刚又直 在道德层面上啊 他简直要近乎于神了 然而贪婪 自私 一心谋求 小门小户利益的陆子林 更像是我们身边生活着的真实的人 如果说没有陆子林 那这部历史也就根本不完整了 我们的文化根源里 既有白家宣的血液 但同时也有陆子林的血液 白鲁园一直以来呢 都是以家族代替政府 以礼教代替法律 族长白家宣体现了仁义的道德标准 而相约陆子林 则体现了农民对于功利的追求 这两种典型的人物性格融会在一起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民 曾经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这种千百年来坚不可摧的家族制度 走到小说的后半段 已经显出颓势 时代的变化 战争的局势 年轻人的躁动 在多种力量的作用下 家族制度正在一点一点的被瓦解 陆子林不会是中国最后一个农民 但是白家宣确实是中国最后一个组长了 好 我们要接着来说一说 这部小说之所以是被称为民族秘史的第二个原因 刚才说过了 咱们民族的秘史 从形式上来说 是他最内核的家族制度 而从精神层面来说 则是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孤独感 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 曾经有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 百年孤独 它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 百年孤独描绘了加勒比海沿岸 一个小镇的百年兴衰 通过一个家族七代人的传奇故事 讲述了拉丁美洲 一整个世纪的风云变换 陈忠实曾经谈到过 自己非常喜欢 百年孤独这部小说 自己的作品 也极大的受到了他的影响 可以看得出 白鹿园与百年孤独 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它展现的是 中国关中地区 半个世纪里的社会动荡 写了白鹿园上 白家与陆家三代人 五十多年间的恩恩怨怨 五十年的时间 虽然只有百年的一半 但是它所体现出的孤独感 却并没有减半 我们或许可以给白鹿园 取一个别名 叫做五十年孤独 这种深深的孤独感 来源于我们民族 所经历的苦难和艰辛 我们民族千百年来 一直在进行这样一种 自我的更新 它不断剥离腐朽的东西 就像是揭开伤疤上的架 这样新的皮肤 才能长得出来 剥离的过程 是非常疼痛的 而这种剧痛 在白鹿园所记述的 五十年时间里 达到了最高峰 可谓疼的是死去活来 从推翻地制 军阀混战 抗日战争 再到解放战争 白鹿园上的这三代村民 几乎是被上天拣选出来的 专门来领受 人类历史上 含有的急剧变化 这种急剧的动荡 在不同人的身上 产生了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他们对于孤独的感受 也不尽相同 那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这种急剧变化